昨天由西非国际航空制造天津有限公司承接的空客A320机身装配项目在天津正式开工 根据空中客车与西非国际航空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与2019年签署的合作协议 A320系列飞机机身段大部件及其内部系统部件从欧洲运抵天津 由西非国际天津公司完成装配 该项目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完成首件交付 并于2024年达到设计产能 我们计划是9月份实现首架级的交付 到2024年我们要目标是实现与空客总装线生产速率的匹配 目前中国约有200家供应商支持几乎所有的空客民用机项目的生产 覆盖飞机的全生命周期 2020年空客与中国在民用飞机领域的工业合作 年度总额约达10亿美元 较2016年增长了近60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